首先呢 我们先顶礼 了名和尚 顶礼 大宝法王 顶礼 图灯达尔吉丧师 顶礼 撒家正空丧师 请请主师放光加倍 一切吉祥如意 今天我们是传授连法生大事 师面空行母法 师面空行母 曾经试验 为我们正佛中的第一副法 那么这个第一两个字是得来不易 因为第一是很难得的 为什么师面空行母是第一副法 这个乌经第二佛就是连法生大事 连师的这个师面空行母 师面空行母曾经是连法生大事的上师 而且是连法生大事的本尊 又是连法生大事的副法 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曾经 这个师面空行母曾经把这个降服 最猛烈的降服法 这就是他本身的上师 教给连法生大事 最猛烈的降服的所有猛烈的咒语 为什么又是本尊呢 我们晓得这个变化 连法生大事本身的真正的本尊是 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他们同一个种子日 都是吃力这个种子日 吃力这个种子日 那由阿弥陀佛变化为连法生大事 那么师面空行母 它本身的变化 又由连师本身来变化出来 所以可以讲又是本尊 连法生大事是师面空行母的本尊 师面空行母的本尊 也是连法生大事 那么连法生大事的本尊 又是师面空行母 有富有关系 那么师面空行母 本身也是副法 这个我们晓得 因为空行母 都是副法的 在这里面谈到副法 密教里面有很多的副法 那么据我所知道 这个副法当中 就是最温和的应该是 三神跟首方神是最温和的 那么也有天心的副法 就是像二十八星数 二十八星数来讲起来 这些副法 它们是比较粗暴 二十八数 我们生活中的漫天伐盖 漫天伐盖 漫天伐盖里面有二十八星数 二十八星数的名号在里面 这个副法是比较粗暴 很有力量 这个是属于天心的副法 另外 明王 金刚明王副法 是什么呢 它具有最大的权威 具有最大的力量 最大的权威的力量 是属于明王副法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属于魔戒来的 魔戒来转而附持 佛教附持行者 这个魔戒来的 副法是无所不为的 那么其中空行母当然都是副法 那空行母的特性是什么呢 空行母的特性是很凶狠 你看那个秘教 那个像那个写的这个空行母 秘教在藏密里面发空行母 都是很 面孔都是很凶恶 明明是空行母 这发出来的都是很凶恶的 就是这样子 空行母是凶恶的 凶狠的腹法 私面空行母也是凶恶的腹法 凶狠的腹法 很凶狠的 这里面也大家也是觉得很奇怪啊 因为大部分人来讲女性啊 空行母是属于女性 女性都是比较温和的 但事实上 经过多年的观察 在天上界 天上界女性的空行母腹法 男性的不出名 像空行勇妇 没有什么出名 大部分出名的都是空行母 秘教对空行母的腹法 非常的遵从 因为她们本身很凶恨 那么我觉得啊 这个是怎么样子讲 怎么样子想 为什么这些空行母会那么凶恨 这个母系的空行母 为什么会凶恨 我曾经这样子想过 但我们在人间啊 也差不多啊 可以看出一点 那么样子的征兆 大家想一想 我们常常讲一句俗话 这个赖哈玛想吃天鹅肉 但是根据这个动物的这个邪家研究 赖哈玛是很温和的 温和的一种动物 它不会伤害人 而天鹅啊 是很凶恨的 往往啊 赖哈玛还没有吃到天鹅啊 它已经被转头被天鹅动 赖哈玛就死了 所以不应该是赖哈玛想吃天鹅 当然赖哈玛想吃天鹅肉是梦想的 经过研究所知啊那些动物啊 学家啊去研究这些动物啊 天鹅啊 所谓天鹅是最凶狠你表面上看起来啊 它很温和很温和啊很慈祥啊慈母一样的啊 事实上啊它凶起来的时候啊是不顾一切的 所以天鹅的本性啊是凶狠 所以天鹅的本性啊是凶狠 所以赖哈玛想吃天鹅肉我看啊都是梦想 这个可以讲啊这个师面空行母啊 他的本性空行母 所以他称为第一副法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第一副法当然是有他本身的这个道理存在 在人间啊最近有一些事情你也可以看得出一种一种灶 一种征兆啊征兆啊这个显现出来这种征兆 最近的报纸大家看到了就是有一些这个 这个愁闻的这个报导啊这个说为什么愁闻啊 不好听的这个新闻就称为愁闻的报导 那个男的啊男的都说没有 男的都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你的都说有 但你自己想一想到底是男的温和还是你的温和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 你看台湾也发生了在美国也有 男的都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你的都说有 你看凶狠的是谁啊 其实应该讲起来啊 你这个罩拿出来一看 应该是男的比较凶狠才对啊 事实上空行母他本身有一个特性存在 他有一个很凶狠的特性 你看那个印度的这个印度女神 印度的这个女性的这个母系的这些神 密教里面母系的这些神 都是以凶狠出面 那么这里就已经可以知道了 这个四面空行母法 你们简称啊 四面空行母法 你们可以简称为 师母法 师母法 很厉害的 这个温和啊 跟凶狠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我们啊 修法开始的时候 第一节大部分都是入这个 四面空行母 这个密坛 你一定要供四面空行母 那么要供养他的这个曼陀罗 曼陀罗 连发生大士有讲过一句话 他是宏观化身 他说以后的地址 以后密教的地址 只要做出他的曼陀罗 做出曼陀罗 就是谈成 你供养我的曼陀罗 我就显身在曼陀罗里 这是连华生大士里面 他本身的一个四季三昧 四季三昧 就是连华生大士 他发的试验 你供我的曼陀罗 我必显身在这个曼陀罗之上 所以今天你看那个藏密 他们做这个沙曼陀罗 在那边做 做得好辛苦 曼陀罗做 然后做好修法 修一修呢 又把他拿去 给他倒在海里面 说供养龙王 或者到山顶上来供养所有的三神 供养父法 他们做这个沙曼陀罗很辛苦 做好以后 修完那法 又把他散掉 这是为什么 或者发曼陀罗 是因为连华生大士 当初的他本身的试验 他发了试 你只要做曼陀罗 做坛诚 我就显身在曼陀罗之上 所以大家知道了 像我们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这里也做曼陀罗 这个复法的曼陀罗 这个是诸尊的曼陀罗 诸尊的曼陀罗 都是做曼陀罗 因为你做好这个密坛 他就显身在这个上面 那么这里面也提到 我要跟大家讲 莲华生大士在西藏建立的一间寺庙 叫做双亚寺 双亚寺 双亚寺 上面那一层 是属于梵 就是印度天图的造型 中间大殿 第二层 是属于汉 就是中国的造型 第三层 才是西藏的造型 所以当初的人 双亚寺又称为三样寺 三样就是三 表示印度 中国跟西藏 三样合起来的试验 那么莲华生大士造这个双亚寺 按照什么去造的 按照的宜昼意识去造 西弥四周并日夜 化之珍宝供养佛 莲华生大士 中间的大殿就是西弥 西弥山 四周围有四个殿 就是四大洲 四大洲 再含八小洲 还有日殿夜殿 日夜殿 西弥四周并日夜 就是中央是西弥 中央大殿是西弥 四周分成 四大洲 四大殿 又八小殿 八小洲 再来还有日殿夜殿 日夜 这是双亚寺 那么双亚寺的建立 当初啊 可以这样子讲的 是莲华生大士 使藏王 在西藏建立的第一座 寺院 按照西弥四周 并日夜 这样子去盖起来 叠等于是 宜昼义士的曼陀罗 宜昼义士的曼陀罗 当初的时候啊 他这个撒谜 撒花去开光 按照传说里面讲啊 这个只要他一撒花一开光啊 那些佛像啊 都会从庙里面跑出来 从庙里面那些佛像啊 从庙里面跑出来 那跑出来再跑进去 那庙的门很小 他出来的时候神像很大 他神像会缩小 然后出了门以后又 又会变大 然后再回去的时候又会缩小 然后再缩进去又摆回来原来的位置 我这个是很厉害 这个传说是这样子啦 我一直在想 希望这个连华生大师啊 能够教我们这个法 这个开光法 你在哪里开光啊 开光我们的车子 我们的汽车 当我们汽车被塞车的时候啊 我们就 就缩小 从哄里面转啊转啊转啊转转 汽车的地方咻就放大 哇 这个好 希望你们能够发明 发明怎么样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车子 你一造好了 它大小永远都是一样的 它没有办法变大变小 你为什么不用脑筋想一想呢 大家用脑筋想一想啊 你花明一种车子 碰到塞车的时候 你车子可以变小 那么没有塞车的时候 你车子就变大 那会减少很多的车货 或者是说刚刚好啊 那个车子啊过来了 那边有车子要那个 好像是说你一看到啊 马上按一个机器啊 你车子变小了 它就创不到你 希望大家发明的 我是从这个 莲花生大寺开光这个双雅寺所有的佛像 想出来了 它那时候开光的时候 一撒发 那个佛像都会动的 而且会跳金刚舞 这个出来啊 到外面啊 这些佛像到外面来啊 哇 跟所有的人民跳金刚舞 哇 这个是很精彩的 而且好像所有的佛像都会动 会开口 会腾空 然后又会回去 又会显现 这个师尊啊 有一次也是很精彩 但是那个弥勒佛便没有动啊 我是开光的时候啊 刚好一照弥勒佛 这个虚空中第一条太阳光线 刚好照在那个弥勒佛的身上 这个是本来是很平常的 因为那个光啊 照在弥勒佛的身上 这是小事啊 树林里面所有的鸟啊 全部下降叫 这个才是大事 这个才是大事 你想想看 在彩虹山庄啊 山顶的那一尊小弥勒菩萨 放在那里 我开光的时候啊 当时也有人在场啊 他们可以证明的啊 要开光的时候很近的 什么声音都没有 一开光的时候啊 一照一讲开光 所有的鸟全部飞下来 在弥勒菩萨周围的树边啊 全部一起叫 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觉得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 开光有出现这一种征兆 已经很好 我希望说我们以后啊 我们生活中的上师 法师 所有的同盟 协会开光法 那么你们协会开光法 出去跟人家开光啊 这时候啊 哇 这个所有的 这个金刚 金刚女性的空行母 全部跳金刚舞 这个神像啊 神像啊 佛像啊 全部出来 跳金刚舞 哇 那个时候就不得了了 希望你们能够有这样子的成就 那么 联华生大师所讲的曼陀罗 意思就是谈诚 就是谈诚 今天我们共谈诚很重要的地点在这里 重要的地方是在这里的 我们每一次修法都要进入谈诚 那么四面空行母 它本身有四面空行母的谈诚 你要修法 你要进入四面空行母的谈诚 那根记四面四季三面啊 都是需要有谈诚 再来呢 是念清净咒 念清净咒 我们晓得这个清净咒 就是在我们佛经里面都有清净咒 都要念清净咒的 清净咒是清净自己 最早的时候啊 我得到的这个清净法 清净法 我每一次啊 每一次拿笔起来啊 拿这个笔 这个笔一拿起来 要开光清净的时候啊 像奥修理修理 妈哈修理修修理所 在念清净咒啊 它自动这个手啊 跟笔啊 会笔出一种形式 笔久了我就知道了 原来这个就是清净的印 清净印 你这个笔啊 这样子 好像在画这个 好像说一条线啊 这样子来 一个fish 鱼啊 这样子 这是一种清净 我教你们绝对没有错啊 你们记得啊 这个清净的时候 一定是这样子 这个佛菩萨啊 很直接告诉我 你只要做这一种索印啊 就是清净 所以你在谈 清净谈成 清净自己 都是这样子清净 那么什么是伺服啊 什么是给人家伺服啊 给人家伺服 将来啊 你们上司法师出去 给人家伺服 怎么样子做 伺服 我告诉你 伺服的也有一种索印 他也是一种发现 花一个千千 点两点 伺服 一个千千 点两点 一个千千 点两点 这两点啊 经过我想了好久 这两点代表什么 一个千千啊 代表圆满 两点啊 代表福跟会 福会 一个千千 一个千千 点两点 这个是我 佛菩萨 直接告诉我 你要给人家伺服 你发千千 点两点 就是伺服 还有 你在修法当中啊 你要 送神 送神 我发觉到 佛菩萨 直接告诉我 四中五横印 就可以送神 临 宾 斗 者 戒 正 列 在 前 那个菩萨就 就走了 就把他送走 那么 送神 画的是 临 斗 者 戒 正 列 在 前 这个是 浅 送的 浅 送印 也是一种 浅 送印 也是一种 结界 甚至是一种 黄魔 像一个网子一样 推出去 把他推演 所以今天 教 教大家 这三个 你在 浅 这个 黄魔 或者你 做 结界 你可以用 这个 浅 送印 你在 在四福 你用画圈圈 点两点 你在做清静 用仪法 这个仪回的线 就是清静 这是 我所知道的 现在教给大家 这个 再来我们是做 招请咒 招请咒也有印 也有印 我们 我们晓得这个招请咒 以前教过大家这个招请 用这个钩字 用这个钩字 用这个钩字的时候 是观想 西空中有语音 语音上面有本尊 那你这样子 那你这样子一勾 跟着持咒 奥阿 奥 说哈 奥阿 奥 说哈 奥阿 奥 说哈 一勾 勾把他的语音 勾住 他就 语音就 飞不走 而且被你一勾 他就掉下来 他就进到弹城 这是 这是这个 招请印 跟招请咒 那么 奥阿 奥 说哈 是一种很大的招请咒 一般还有小的招请咒 奥阿 奥 说哈 是我们共用的 最大的一个招请咒 还有指示印 大家指示印 这是指示印 这是指示印 指示什么事情 就是这样子 指示什么事情 指示什么事情 这是指示印 招请印 还有一种是斗印 身一指的就是斗 斗印 斗印是做什么 也是招请 斗是指天吗 我现在往上招请 今天是什么时辰 指示印 指示印 神几 又 为身 又 顺 海 指 这指示是按在这里 丑 毛 影 你这个拇指按在哪一个时辰 现在是什么时辰 指丑 毛 影 神 心 几 又 顺 海 他有这个时辰的 那你按在哪一个时辰 一按 一直抖 这个神会下降 这个也是一个招请印 是比较特殊的 招请这个 执日公超神 是招请执日公超神 另外还有一个愤怒印 愤怒印 平时啊 愤怒印就是这样子的 愤怒印 这是属于愤怒印 做愤怒印的时候啊 你在念本尊的 这个 愤怒的咒语 他会显现他本身的威力 本尊就会显现他本身的威力出来 我记得我以前好像讲过啊 这个 这个在招请佛菩萨的时候啊 你没有结印 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 一种东西来做招请 观想 你自己的眼睫毛 眼睫毛啊 这个 眼睛这边的眼睫毛 眼睫毛啊 变成很长 很长 那么深入虚空之中 这个眼睛啊 勾几下 这样子 把它勾下来 就用眼睫毛变成金刚勾 然后把这个佛菩萨勾下来 我想这个女生来用比较好一点 男生啊 这样子勾 他勾不到什么的 男生这样子勾啊 人家会说 啊 有人讲 你是连战啊 这样子 那个女生勾是很厉害哦 女生勾是比较厉害哦 你要知道啊 这个女生的厉害在哪里呢 他不只是凶狠啊 不只是凶狠 好像我看到这个社会啊 是充满了陷阱跟诱惑 我眼睛所看到的 这个社会啊 是充满了陷阱跟诱惑 你想想看嘛 这世界上啊 哪有几个修行道 已经非常神圣的 这个心啊 完全不动如山 你说到诱惑的时候怎么办啊 你真的是圣人吗 你真的不动如山吗 有几个事 除非啊 你已经不行了 真的吗 这个很奇怪啊 我看那个《征佛世界》里面有写到 一个修行人修到五通了 他从这个仙山啊 飞到王宫啊 给那个王后啊 王后供养 他们印度人有一个习俗啊 印度人有一个习俗是这样子 他们王后要顶礼圣者的时候啊 都锁啊 去碰他的脚 就是锁去碰他的脚 就是锁去碰他的脚 这个表示自己很低的时候啊 这个表示自己很低的时候啊 他头啊 去碰 没有啊 那个王后太漂亮了 那个圣者已经修行五神通了 哇 很有power的啊 这个一碰啊 他就 这不是弄起啊 是弄起啊的相反 这个神通啊 这个功力啊 武神通就没有了 他还要修很久 哇 拼命修啊 修啊 回去啊 修好久 他会不回先功 你想想看 今天我们事实凡夫 哪一个人能够避得掉 那个女生的眼睫毛 哪一个能够避啊 他给你这样子 他给你这样子几下 当然啊 你假如是长得满脸花 没有话讲 我是圣者 今天啊 她是天仙美女耶 她给你这样子啊 我们通通破功 所以这一招啊 也是勾引佛菩萨的方法 这个是在密教里面有 用眼睫毛啊 当成肌勾印 当成肌勾印 把它勾下来 所以这个一般来讲 我们招请咒啊 这个招请印 一起用 你就很有这个 很有这个功效 女生的眼睫毛 是不算什么 但是他那个发光的眼睫毛 会发电的眼睫就很厉害了 所以我们这些上师法师啊 要记得今天师尊所讲的话 这个社会充满了诱惑 还有很多的陷阱 还有很多的陷阱 师尊啊 是跳过很多的陷阱的 也是走过很多的诱惑 我也坦白告诉大家啦 我今天是很坦白告诉大家 师尊修行的功力不错 有女生跟我讲啊 说卢时尊你修行的功力不错 但是我要证明 以后呢 这样子的好了 你要证明 我如何去证明给你看呢 天地良心 天地良心看不到 我将来一定证明给你看 这个再来呢 我们知道修法要做大礼拜了 大礼拜 我讲的这个大礼拜啊 不要以为是说大礼拜很轻松 你只要大礼拜一直继续做 你就会流汗 你就会全身震动你的气跟脉 尤其你在做这个非空啊 的大礼拜 全身铺地的大礼拜 那一种动作不是简单的 我们密教修行啊 做大礼拜 是在训练你身体的气跟脉 你一时卧下的时候 气是要满的 起来的时候啊 是吸气的 下气的时候是闭气的 你身体去碰这个地的时候啊 啪 那个是有弹性的 你身体的气脉是震动的 你不会受伤的 大礼拜你假如也算是一种很激烈的运动啊 密教修行啊 震动你自己全身的气脉 全身的气脉 统统要动 到维系的脉 你统统要打开 你知道大礼拜啊 是金刚拳的基础吗 金刚拳的基础啊 你知道金刚拳是做什么呢 金刚拳呢 就是把磨 脉 给它松散 你身体的血跟气 能够非常的流畅 你的气 左佛跟明点 能够通行无主 这是金刚拳的作用啊 所以你身体要修得好 今天我告诉你 师尊本身啊 打尖钢拳 修宝贤气 修左佛 修明点 你哪里冷啊 喉不冷 你运动喉轮 喉轮运动 我现在不能动啊 因为一动帽子会掉下来 现在不能动 你运动喉部 喉部的金刚拳 拿出来用 让喉部的脉 双形无主 你着佛可以升上来 很快的窜入眉心轮 你心轮有阻碍 运动你的心轮 金刚拳运动你的心轮 把这里的脉啊 全部给它清扫干净 让走火跟明点 能够融在这里 甚至于小的肢节啊 小的指头啊 你经常要伸啊 要握的 要伸啊 要握 伸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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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什么 是让你的气血能够通 你的脉能够唱 你要拍打你自己的 腋下是做什么 腋下经常是阴的 你着佛要通这个腋下 全身都要通 这里没有毛病 让所有全身的血迹 通通通 通唱 中脉很重要 中脉 你的中脉要直 要通中脉 着佛升起 明点下降 要靠金刚拳的 你的提法 一提起来 是要靠金刚拳的 师尊的功力不错 不然你去问一问 问也问不到什么 女生问我说 我要你证明 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陷阱 好 你写志愿书 你写志愿书啊 我证明给你看 这个也不可以 写志愿书也不行 没有办法 走不通 不过这个 我告诉你 事业所应 密教里面三观 无上密布 事业所应 联华生大事讲的 你用这个法 气脉 懂得震动 这样子震动 中脉 走脉 右脉 身体的大周天 小周天 前身 所有的血气 全部循环 气 畅情无阻 前身非常的松 完全打开 所有的心结啊 包括哪里的结啊 所有的骨结 全部开 是靠事业所应 那这个只有密教才有 但是这个也只有功力够的人 才能够做 金刚前法 你要懂 你要懂得寻凡 所以密教里面 有漏 皆斗 你只要漏了 一定是堕落的 你是世俗凡夫 世俗凡夫 你没有资格 修这样子 三观 无上密布 你修三观 无上密布的 一定是完全 完完全全 是一个无漏 坚固 俱立的尊者 大礼拜啊 是金刚前之机啊 你修这个大礼拜 在碰触当中啊 身体的碰触 跟振动当中啊 使你全身的血气 翻腾 而且很顺畅的循环 让你的筋跟脉啊 全部打开 金刚前阀就是为了这个 其实 事业所应里面 也是为了这个 那身体会很强壮 世俗凡夫啊 世俗凡夫啊 是身体越来越不好的 所以有一个 这个密教里面 有一个说法嘛 有一个人去看一个老人啊 长寿 老人他寿命很长 寿命很长 他问说 你寿命很长 一定有密捷啊 请你告诉我的密捷好吗 那个寿命很长啊 老人就讲 我的密捷啊 就是我的老婆啊 长得很丑 老婆长得很丑 就会长寿 那么你密教的修行啊 你一定要修到五肉 你这个 命啊 你身体的这个命气 你身体的这个五行气 能够在你身体里面畅行五主 你以这个气的修行 由着火跟明点 去证明 这个空性跟光明 这个是一个 这个重点 我今天讲 这个大礼拜很重要 你每天假如是 真的做大礼拜 世家行里面的大礼拜 你做得好的话 气也赔起来 身体也强壮 那么四归一咒 要念四归一咒 我们晓得的四归一咒是 这个坚固道心啊 这个 南无古老百 南无不达耶 南无达莫耶 南无生开耶 南无古老百 南无不达耶 南无达莫耶 南无生开耶 南无古老百 南无不达耶 南无达莫耶 其实这个四归一咒啊 我们平时都要念 平时都要念 一日三时啊 齐勤你自己的上师啊 给你注顶 给你加持 联华生大事的四归三昧啊 若未来众生啊 有弟子 一日三时 齐勤 我联华生大事 我联华生大事筑顶 常常这样子齐勤的话 我必献胜 一定他显现的 这是他的四句啊 他发的试验 联华生大事发的试验 也有很多的佛菩萨 也这样子发了试验 所以你一日三时啊 一定要念四归一咒的 我们在坛诚里面 也要念四归一咒 时时要依念自己的上师 三宝 上师啊 佛法 生 三宝 跟自己的上师 齐勤佛法 生 自己的上师 时时加持 时时齐勤 那么 他不会离开你 那你自己的道心 也很坚固 谈到这个道心坚固啊 事实上也是蛮困难的 因为我了解众生的心啊 天下众生的心 所有众生的心啊 都是变异的 这个心啊 就是一个意志 异 荣异这个意志 我认为心啊 就是意 意就是心 什么是意呢 意就是变化 变来变去的 这个心啊 经常在那边 轮回啊 在那边变化 无穷 今天爱你啊 明天恨你 不是我偷看一个人的日记 他写 师尊啊 是天底下 最完美的男人 如师尊啊 是天底下 最完美的男人 我是最完美的男人 长得太矮了一点 也不怎么阴近 也不怎么阴近 最近呢 又老又丑 看他镜子 自己越看越讨厌 他日记里面是这样子写哦 卢师尊啊 卢师尊啊 是天底下最完美的男人 最后呢 修理我的就是他 这个爱恨啊 焦急的 爱的另一面呢 就是恨到底 一时济魂 一定要跟你同归一境 你算什么 我一定要给你完蛋 最完美的 你都要给他完蛋 所以这个心啊 难 难讲 叫做意 就是变化不停 所谓意 我们中国有一部意经 就是讲变化之学 是变化之学 所以我讲啊 道心坚固 香港话叫 妈妈的 道心坚固 你讲道心坚固 我叫妈妈的 不太可能的啦 道心坚固 佛现身给你看 今天佛现身给你看 你今天道心坚固了 佛给我看到 今天感应很强烈 我道心坚固 明天不强烈 我道心不太坚固 后天没有感应 我不信 今天佛现身给你看 道心坚固 明天佛没有来 我信心就垮了 道心是这样子的 很难坚固了 所以我讲啊 今天我现身 我是现身坐在这里 我出现在你的梦中 在你禅定之中 我显现给你看 师真显现给你看 你是道心坚固 没有错 隔一个月 隔两个月 隔三个月 你不一定道心坚固 突然间有新奇的东西出来了 哇 最近流行什么功啊 身体会香的那一种功 叫香功 他就去写了 身体会香啊 因为他身体很臭嘛 他要写香功啊 写了不久了 我看身体也不怎么香 他就不写了 最近发明什么了 人电啊 人电写 他又去写人电了 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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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人都没有电了 人电已经 比较尾了 比较尾声了 所以就很少人写了 他人电没有了 又流行的 是什么啊 是什么功啊 听说又有什么 什么新的这个功法出现了 我又来了 我又去什么功呢 以前啊 师尊显现给你看 佛显现给你看 今天来了什么功啊 你因为你好久没有看到佛显现了 师尊显现了 今天有什么功来啊 你道心又不坚固 所以很难的 很难的要叫一个弟子啊 永远道心坚固啊 真的是困难 所以心啊是意志 要常常祈求啊 要常常祈求啊 上师三宝 垂家父 常常祈请上师三宝 食食给你附佑 很容易失气到心 很容易的 不要说你看到佛 看到师尊哦 我将来啊 我要显现 我要显现 我怎么显现呢 师尊已修到 修到马银场 事实上我提一口气啊 提一口气 所以往后一说 马银场 那你啊 再震动一下 一压下 又出来了 他可以声啊 说啊 自主的 我修到马银场啊 我跟你讲 我功力不错 师尊已修到马银场 但是呢 好啊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卢师尊 已经修到这种功力了 你还是相信 什么功什么殿 怎么办呢 那我只好脱裤子给你看 不然怎么办啊 我真的是修得很辛苦耶 我真的修到功力不错耶 这个啊 佛菩萨在这里啊 千手千眼观心菩萨在这里啊 我确实有他的定力 确实修的功力不错 确实有这个能 我要你产生信心 但是呢 事实上要道心坚固 还是很困难 我真的能够把这个法 讲得很 将来这些秘密法 将来能你得到灌点 我交给你 你好好仔细修 真的可以马银场 释迦牟尼佛也是的 他修到马银场的 他在身体上也是修到马银场的 这个在这个佛典上也有这个 也有记载的 也有记载这种功力的 那么这个修到无肉 修到马银场 这种功力 但是你也不能有这种功力啊 有时候也不能说 要怎么样子证明啊 活菩萨在这里 这边附法 那边诸尊 中央牵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所有的活菩萨 那在西空之中可以证明的 那个要靠金刚前法 靠气法 靠你的气法 靠金刚前法 靠你自己本身的意念 这样子去做的 真的可以修出来的 真正的可以修出来的 所以我把这个秘密的法 将来这个传授给弟子 一个一个传 一个一个传给大家 你们就知道 这个的确是不凡的 释迦牟尼佛当初啊 连华生大士所讲的这些法 都是很真实很珍贵的 不是像外面啊 弄一个这个自发工啊 会抖一抖啊 自发一下子啊 就是说有功力的 你要打出你自己 真正的东西出来 要讲出你的道理出来 我讲这个释归一咒 就是要兼顾道心 那么希望大家自己本身 道心兼顾 那么道心不顾呢 其实也是自然的现象 也是很自然的 这个众生的心啊 就是易容易变化的 这个我们谈披甲附身法 当时连华生大士啊 这个在北印度同州的森林啊 跟五百名的外道斗法 这个四面空行母 在那个时候啊 传授连华生大士最猛烈的咒语 降伏的这些咒语 这种咒语叫做反咒 又叫做肥遮咒 肥遮咒 肥遮咒是什么叫做肥遮咒 就是对方有多大的力量 完全给他遮住 再还给他 那这个是很拼命的咒语 这个叫肥遮咒 对方用多大的力量过来 同样的把对方的力量遮住 再防给对方 叫肥遮咒 这个咒语啊是密传的 所以现在不能够讲 那个连华生大士在北印度 同舟森林跟五百名外道斗法 这五百名外道啊 也都是咒语 每一个都会念咒的 那么四面空行母显现 受以连华生大士最威猛的回哲咒 所以四面空行母是连华生大士的上师 又是本尊 又是父法的这一个身份 那么我们也做这个大供养法 也做这个大供养法 那么第六项的披甲附身法 有人跟也有外传啊 外面传说啊 他说这个师尊的密法里面啊 有披甲附身法 那么有人就拿释迦摩尼佛来讲啊 这个我们不用修披甲附身法 披甲附身法可以让过去 不用 你看啊 释迦摩尼佛哪里有修披甲附身法 那底下的地址在 对啊 释迦摩尼佛哪里有修披甲附身法 那我们不要修披甲附身法 其实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啊 用逻辑的道理 你可以用脑筋稍微想一想 用脑筋稍微动一动 你是释迦摩尼佛吗 你还没有释迦摩尼佛的功力啊 你说对不对 你要达到释迦摩尼佛的功力的时候啊 你可以不用修披甲附身法 我告诉你呢 密教有所谓这个释法 释部 行部 宜家部 无上部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已经到了无上部了 你才开始是释部而已啊 这个密教 这个密教所谓的释部法是怎么样子分啊 真正讲起来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佛在很远 是释法 佛在很近 是行法 佛注尼顶 是宜家法 佛我合一 是无上法 是这样子分的 我们啊 众生跟佛啊 还距离很远的时候啊 我们要修密教的释法 佛跟你很接近的 要修行法 佛跟你已经到了头顶上了 坐在你头顶上了 要修宜家法 佛变成你呢 你变成佛了 修无上法 那么我们众生啊 你自己想想看啊 你已经到达无上法了吗 佛 释迦牟尼佛是无上法的行者 是大圆满的行者 他当然不用修披甲附身法 因为佛就是他了嘛 假如你还没有到佛的境界 没有到无上法的境界 你都要修披甲附身法 很简单的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所以啊 密教的修行 是见有刺地 有渐渐的 一直到了佛我合音 也就是从凡夫啊 到成佛的过程 就叫做大所音 大所音 那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要请佛的时候啊 要拍掌 要谈指 做一种警醒的 做这些仪式 那么要用勾印 因为佛在天上 你要用这个招勾印去 去引他来 都是这种道理的存在 还要有些 还有一些所音呢 是送车落 送车落 就是结车子的印 送出去 用这个车子去载佛来 还要遣送印 遣送他 刚才我用遣送印了 凌兵斗者 戒正列在前 就是遣送印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因为佛我还不是合一的时候 你就要做这些 佛我合一的时候 就不用做这些 所以要你看你自己 所以一个行则啊 因恋之间啊 佛我就合一了 那么这些 遗鬼都可以免 你因恋之间啊 不能佛我合一的时候啊 你一切的遗鬼 要照次第来 所以讲这个 说不用修披甲附身法的 那根本就是不对的 大家一听就知道了 这个是一个逻辑 逻辑 他没有脑筋 那么很多人就跟着他没有脑筋 我们学佛法也要逻辑啊 一些逻辑啊 一些那个仪式 什么叫四步 什么叫行步 什么叫瑜伽步 什么是无上步 那么修行的过程是怎么样子 为什么要有这个谈诚 有曼陀罗 那么为什么时候你可以不必有曼陀罗 假如是佛我合一的境界了 根本就不用曼陀罗 根本就不用曼陀罗 那么我们再讲这个 第七项这个大供养法 这个大供养法 我可以这样子讲 这个是师尊的一个成就 师尊的一个成就 师尊的一个成就 你由供养法 能够修到佛我合一的 我教给大家的这个附魔 是大供养法 大供养法 大家只要啊 你修附魔做供养 你的感应会很快 感应会很快 而且做供养 绝对不会说没有东西来 一定有东西来 那你要做好结界 像这个附魔坛啊 旁边的五色线 那是做结界的 像我们做瑶金刚灵结界 金刚灵楚结界 是在做结界的 我们做披甲附身 是在做结界的 我们来的是好朋友 不是不好的朋友 你只要做供养法 大部分他们都会来 除非你自己本身啊 不洁净 在做这个供养法当中啊 做附魔当中啊 你没有结界 或者你自己的供品 有问题 或者你所祈求的 超越过了范围 或有什么原因 或者我们的这个 生活中的这个附魔法 是最殊胜 最殊胜的 那么附魔的供养啊 可以讲起来啊 你可以修到自然融入 自然融入 跟宇宙之间啊 这个你的本尊啊 你跟宇宙之间啊 能够很自然的合在一起 自然的相合在一起 很自然的融入 这个时候啊 你的心啊 跟你自己啊 都会变得天地之间都包容 你在做附魔的时候啊 由于感应的时候啊 你会觉得 天地之间啊 都充满 整个天地都充满了供养 虽然我们的供养 便不是很多 但是呢 好像充满整个宇宙一样的供养 会产生出来 这一种接受 你会啊 你会啊 了悟很多事情 会通达很多事情 了解 清楚 明白 通达 宇宙之间的很多的真理的事情 在你做供养当中 会产生出来 你会得到啊 佛法的经养 很多的密法 你不懂 但是你在做附魔当中啊 你会去体会到 附魔里面啊 有很多的口诀 很多的经养 包含很多佛法的经养 在里面 你一做附魔 身心非常的宽大 也自然的融入 佛跟你在交流之中啊 你就懂得很多的佛法 无形之中啊 你就会得到的 附魔是什么 密教的大供养法 是无边供养 无边啊 外啊 无边 无边 内啊 可以讲 内到无内 外到无外 外到无外 内到无内 是无边境的供养 这个是大供养 密教的供养 另外啊 另外啊 你会得到无边的智慧 因为有无边的供养啊 佛的心啊 跟你的心啊 互相交流了 你会智慧会增长 不但福气增长啊 你的智慧也会增长 智慧增长啊 你所得到的智慧 是无边的智慧啊 今天啊 我常常感觉到 这个卢斯尊所得到的 其实也是无所得 什么是无所得 就是因为无边 不能讲 不能讲出 我得到了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是有限的 今天你得到了智慧 是无边的 所以是无所得 无边无际的 你能够领会出 整个宇宙之间的真如的真理 通通都显现在你眼前 你的意啊 你的意念啊 你的智慧啊 是佛的智慧 是高超的 不是事实凡夫啊 狭小的那一种智慧 所以是无边智慧 这个你从无边的供养里面 可以去体会出来 你的福分啊 你可以拿到天上的七宝 天上的七宝 你同样的 所有的珍宝 天上的七宝 你全部会拥有 这是因为你本身的供养 得到非常大的福分跟很大的智慧 所以最重要的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 你懂得大供养法 最后是决定成佛 会决定成佛 有点我告诉大家 我每一次写文章 写文章 写写写写 写写写 写得有阻塞了 哇 电也没出来 写文章 写写写 写不出来 明天写 我今天晚上睡觉 躺着 佛菩萨马上输入 电脑 电脑这个输入 他马上拿一个这个磁碟片 从我这个脑袋里面放进一片 哦 接下去要怎么写 第二天早就知道了 这个怎么写 马上就可以写 所以我那些书啊 怎么写出来 有的时候你根本不通的时候啊 写到那里 阻塞了 晚上他就给你输入 输入电脑 输入你的脑袋里面 所以你们啊 学会了 学会了法 学会了供养 佛跟你很亲近 他常常来接受你的招待 他也会不好意思 你常常供养他吗 他常常来啊 吃到最后就习惯了 你跟他变成朋友 你有困难找他 他一定会帮你 他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他给你心印 给你印可 你灵感没有啦 他给你灵感 福分没有 他给你福分 他给你福分 你智慧没有 给你智慧 人家问我啊 这个卢世尊 你写作啊 到底要写几本啊 你到 今天写到第126 127 你还在写 你到底要写多少 没有止尽的 没有止尽的 无边智慧啊 没有边啊 可以佛多久就写多久 既然智慧无边 怎么会写得完呢 什么都是智慧啊 这个一毛一翘啊 都是智慧啊 这边拔一根 根也是智慧毛啊 这个随便一个毛细孔 都是智慧啊 这里面都是智慧 这里面都是佛啊 你拔我一根体毛 那根也是佛啊 我啊 我这边经常掉了 你们不要乱剪啊 脱法啊 一毛一法 一孔一翘啊 全部都是智慧啊 全部的 所以你自己啊 好好想一下 无边智慧啊 你当你体会到宇宙的 无边供养的时候 得到无边智慧的时候 你已经非常超然了啦 你不会是怎么样子的 你不会为什么所困苦啊 你已经是超越的 你不只是圣贤啊 你也是凡夫啊 凡夫加圣贤加超越 一切的现象啊 全部都是智慧的化身啊 所以啊 你能够学得到真实的大供养法 你就有佛的智慧 印在你的脑海之中 任何事情在你的眼中看起来 都是一种光明的天地 光明的天地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领悟到 能够了解 能够能够体会 当你得到如来的智慧的时候啊 你是怎么样子的宽谈 这个任运的那一种心境会显现出来 你什么都可以得到 也什么都可以舍弃 因为你所得的是真正的得 你所得的也是真正的无所得 那这样子讲啊 是比较深奥一点 但是这也是一种 这个释迦摩尼佛如来的真实 你所得的是无所得 你所得的是切有所得 因为你切有所得 就是真正的无所得 你什么都可以拥有 你什么也可以舍弃 你什么也可以舍弃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Om ma ne be me home